老師啊 嗨 來問幾個房子的問題啊 沒問題 這個房子是回字型的房子 對 你這樣一看 初步你覺得有哪些問題 第一個 如果它這個中間是空心的話 九宮格要不然畫 但是會畫得很奇怪 就例如這兩段 要把它加起來 除以三 那就變成九宮格 這個九宮格就出來了 這個影片 最大問題就是隱私嘛 換個鏡子用個門鈴 或是像那個 摩擦號是不是 就是 摩鏡號 摩鏡號 其實問題不大啦 你因為你是學棋門鈴講 你要畫九宮格對不對 九宮格是不是有分東西南北向 這個房子它做 做哪朝哪 你怎麼知道 你在一樓外面量 樓盤量的時候 它這整棟的 做像就是房子坐這邊 像我這邊 那還是可以量的 整棟房子 先不用管裡面的格局啊 它整棟房子就是做什麼 所以是這樣看的 對 當然是這樣子看的 當然是這樣子看 可是它那一層樓是中間上去耶 它的入口是在中間耶 好 問的好 通常會以三個 定點作為屋項 門牌 採光 還有馬路的大小 這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哪邊是向哪邊 或者是後面的 室外人契機 通常室外人契機 就是坐這邊 向那邊 熱回置房 到底來看 沒有什麼風水上的問題嗎 其實主要最大的問題就是 像現在這個畫面 定格它的浴缸跟馬桶 它要進出的動線 動線很重要 動線也代表氣的流動 這個問題會比較大 另外一個問題 它這個房子回置房 對 意思就是說 幾乎都沒有隔間 對 那這沒有隔間 會有什麼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 就隱私問題而已 因為我重視 奇門遁甲重視的是位置 我今天可能 我這個 假設我的右手是伸門 左手是死門 一個人說要伸門 一個人說要死 那跟有沒有隔間是無關的 那這種回置房 會有柴位嗎 那怎麼找柴位 大家都知道 要開門45角明柴位對不對 我常常講 大家都知道這一個 那請問 找老師要幹什麼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柴位 不管我的深門 是落在八個方位哪邊 你只要抓到 你家的 東北方 地盤就是所謂的深門 那就是你的柴位 所以跟角落跟什麼無關 你只要找到那個方位 那一塊 就是你家的柴位 裡面它有時候都是窗戶 很多不小心就會踩空掉下去 因為它窗戶是活動的 對 那像這種方式的風水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安全性的問題而已 跟風水無關 再來是 它全部都是窗 風水採光非常重要 陽光非常重要 其實這個看起來 並沒有什麼壞處 像你這種開那麼多窗戶的話 這個都會看到什麼 連刀剎 剃刀剎 什麼鬼剎 它會有影響的 白大師問的好 風水這兩個字 大家會說有風又有水 不是 風水是看死人的 我們這個叫室內的陽宅盤 如果外面的 壁刀剎 天蟹剎 藍腰剎 鐮刀剎 藥罐剎 等等這麼多剎 那麼嚴重的話 那全世界的首都 我們都不要駐人的 所以外面的剎 真的不重要 只要特別注意一個事情 門代表嘴巴氣從門進來 門不要對人 所以你門打開來進來 如果是這個走道 你可以做其他用途 但不要當床就好了 為什麼 你氣一直衝 一直衝 物極必反 如果你的生活習慣 是要買個椅子在那邊看書 或者工作 你藏呆的位置 一定要避開門 最後問你 這個房子 依你風水老師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是好風水還是壞風水 適合住嗎 當然不適合啊 這個 這完全不符合我們人的生活習慣啊 你今天浴缸馬桶就連在一起 你要跨過去然後整個繞一大圈 這生活就不便利了啊 不可能啊 為什麼不便利 我覺得很便利啊 真的還假的 你要繞一大圈 跨過馬桶進浴缸耶 不行嗎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那一般人不太喜歡這樣子啊 因為都乾濕分離嘛 乾濕分離 其實是自己的事嘛 今天我今天業主 我就是買了這間房子嘛 啊老師你告訴我 這個房子適合做什麼用途 坦白說展示用吧 不能就是隔成一樓一縫這樣 對啊 一樓一縫展示中心啦 一樓一縫展示中心 最後啊 那這一棟有沒有什麼最不好的地方 門打開來的地方 盡量不要射床位 門不要對到床跟你藏帶的位置 那身體健康一定會很不好 那我不要擺頭射地板 這樣沒有床啊 一樣會被門射到啊 對啊 他主要是你躺在那邊被射 好好好 躺在那邊被射 謝謝喔 謝謝老師 謝謝大哥 謝謝派大師 謝謝老師啊